第32題 關於煉鐵所產生的溶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豬選項說是溶渣是由氧化鈣跟鐵礦中的泥沙結合而成 我們上課教過 我們的溶渣是由碳酸鈣分解出來的氧化鈣 跟泥沙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系結合產生的偏系酸鈣 所以豬選項是對的 我們曉得溶渣的密度比我們煉出來的鐵來小 所以會浮在上面 然後隔絕空氣 避免我們所煉出來的鐵再度跟氧作用 所以呢 B說 它可以防止跟空氣接觸再度氧化是對的 C說它的密度比液態鐵小 可以浮在鐵上面也是對的 那麼A說它是工業廢棄物不可利用是錯的 我們上課教過 我們溶渣可以來煉製水泥 所以它是有用處的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關於煉鐵所產生的溶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A 溶渣是工業廢棄物不可利用 最新不可利用的 小型的溶渣 Ost, 燈, 燈, 燈很身